应该一定会有函数 这个1 2 3 4 不过我发现 但越后面的效率应该越高 按下去 不过录制聚集有些可以 有些会有限制 所以我还是建议VBA一定要守 那VBA的话就是按下 这个是Sub 那Function的话 游标放这边插入函数 刮胡子就要函数 然后就是给资料 按个确定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那就三阶段 最后我是建议 如果有些东西写完之后 记得可以加一点什么呢 有没有看到绿色的字 前面一定是一个单引号开头 那所谓的单引号就注解 就是程式有些东西你写完之后 现在是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将来如果回头看 你会看不懂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自己写一些 自己看得懂的这种注解 是写给你看的 所以你不要照着打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 你写一篇文章也可以 你可以写一些你觉得你应该要记得的东西 OK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我们就完成这一题的部分 最后请记得储存档案 因为前面那一题是2003的格式 就是在我们范例档里面 范例档里面的话 这个格式 这个是其实应该理论上应该要把负档名叫出来才对 只是说这边我们没有负档名 没有显示出来 负档名我显示好像这边有个负档名 你可以把负档名打勾 有没有发现 它的那个负档名如果是XLS的话 那表示它是什么 它是2003以前的格式 2003以前的格式没有区分 有VBA或没VBA 但是如果2007以后的话是XLS 有没有多一个X 有没有 那如果你是X的话 你假设像我现在这种 之前有同学是直接存档 那VBA呢 特别注意 它是会跟着档案的 所以你VBA不用特别存档 特别注意 如果你像这一题 你如果直接存档的话 请问一下你要选4还是4 请问要选4 之前就有同学直接按下4 那下一次来 你的VBA就不见了 OK 特别注意 它有跟你讲 它说下列功能无法 因为XLSX 那种格式 刚刚那种 你各位看到这种XLSX 是没有办法储存VBA 所以记得请你按4 那怎么办呢 请你再把它怎么样 浏览或另存心档 另存心档浏览一下 浏览之后的话 记得把它改一下 存档类型 这个动作很重要 如果你如果没有存正确的档案格式的话 你刚刚写的VBA 就会消失了 而且是永久性消失 也就是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会不见了 可以特别注意 这很重要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注意 启用聚集的活跃部 存档类型 把它浏览一下 所以记得 这边稍微改一下 之前有同学就真的把它按下是 那就下一次开启 它的VBA模组就全部消失了 OK 储存一下 这样的话关闭 就OK了 但是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存档之后 下一次开启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多了一个 它本来的档在这里 它存完之后是XLSM 而且我把那个图示 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把这个图的话 把它改成大图示好了 基本上 它的图示会有一个惊叹号 原来的是没有的 差别在这里 另外如果说你下一次开启的话 它应该会跳出是否启动 启用内容 这个要不要按 这个一定要按 如果你没有按 像是有同学没有按 然后就把它开发人员 好像他直接清除 他说无法执行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启用 所以他也不会work 除非你启用了 按一下清除 他才会work OK 这一点要注意 这个是使用VBA的一些 可能要注意的细节 那这一题的话基本上要储存 另外的话 其他有一些题目 可能也可以想想看 像101 这一题我觉得也可以思考看看 假如你今天只要里面的中文 你要怎么样 刚刚可以把中文部分拿出来 这里面的话用到几个函数呢 总共会用123456个函数 而且这几个函数 可能你都不是很熟悉 OK 如果你不会用这些函数呢 你怎么办 如果你要把里面的中文提取出来的话 那你就只能点两下 Ctrl C Ctrl V 不然的话怎么办 所以这个会跟不会 真的 尤其资料越多 那就差距越大 还好这边只有几笔 当然图团两个还可以 可是如果资料多的话 你永远做不完 OK 所以这一题也许可以给各位 当成是练习题 另外的话 103 这个也是数字跟非数字的判断 比如说里面的话有几个数字 几个非数字 不过这个也许 不过这个更困难了 这一题的难度又更高 当然你可以分两个部分来看 一个是数字个数 一个是非数字 可以把它写在这里 所有的数字是说 比如像这边有1,25 这就三个 这0个 这边也是0 这边有四个 可是问题来了 我怎么样快速的可以知道里面有几个数字 如果你用什么 如果你用算的 那你永远算不完 像这一题的话 就是算几个个数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几个个数的话 还是需要知道ASCII code 那个内码的部分 如果这一题相对于前面几题 可能还是稍微比较复杂一些些 这一题也许回去有时间可以自己稍微看过 那最后的话 我们就先来看这一题好了 比较关联性比较高一点 分别结局长宽高 刚刚是一个瓜糊 现在的话是三个瓜糊 那三个瓜糊的话 你可能要用这么长的 但我是建议方法很多 有的时候当然你不一定说要拘腻于某一种方法 像这一题我第一个想到的话 我会想到什么 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 有的时候 假如说它里面有固定的什么 固定的质源可以分割 或者不一定是固定的 但是是固定长度的话 你可以用资料剖析 所以一选举B2到B8 假设用资料剖析 我们知道资料剖析 你可以固定宽度 因为它的分隔符号有前刮后刮 但是它只能取一个 所以如果说你要前刮后刮 那边要做两次 那不如用什么 刚好它固定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固定宽度 它刚好位置要下一步 接下来请你给它在哪里 记得要点准 就是上面不是一个词 你按一下 它就刚好一条线 它就帮你分隔了 OK 有没有 这样一分隔 点下去就刚好分隔 记得要点准 你不能点歪了 点歪了怎么办 没关系 拉回来就好 这样OK 所以你歪了没关系 可以再移动它 好 下一步 再来的话呢 告诉它说哪些是你要的 这个要不要 这个不要 不会入 这个要 这个不要 这个也不要 就是不会入的你在选 最后告诉它说你要放哪里 放这里 OK C2 按个完成 他会问你说是不是要取代 那一定要按确定 资料就过来了 OK 所以基本上 好像用这种方式应该比函数快 所以 不过前提是 刚好要有这个功能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 你就是自己要把 他用VVA写出来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每天都要这样切割 那我当然一定势必 怎么样 把它用开发软件 怎么样 把它录制下来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哦 待会呢 做完一遍之后 彩排完了 再来录制聚集 也许名称叫什么 叫资料剖析好了 也许我们就是把它给一个名称 资料剖开来分析的C 分 资料剖析好了 按个确定 那记得 游标先放外面 再点什么呢 点B2一下 那我还是建议往下选取 记得不要放B1 因为B1没有要剖析 B2到B8 所以你什么 向下选取 我建议Ctrl Shift向下 录制聚集 建议用快速键 不然的话你以后就固定了 那如果还有资料怎么办 你又要再改程式了 所以如果你不改程式的话 Ctrl Shift向下 好 B2到B8 然后做什么 资料 资料剖析 就把刚刚的动作再做一遍 下一步 然后就是点点准 如果点歪了 其实它可以移动 没有关系 基本上你录完之后 其实程式里面 还是可以做一些修改 只是说因为这一题 刚好不太需要修改 刚刚好 目标出称格的话 放在这里 把它按完成 不过你会发现 就做完之后 就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东西一直出现 其实非常的讨厌 有没有办法让它消失 按确定 好 其实可以了 第二个最后的话 把它录完之后停止 再来 录另外一个 录日聚集 这边叫清除 也许再一个清除 有没有要放这边 不过我还是建议 快速建议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OK 这样 他就不用再全 重新再做 Undelete 好 入停止 做完之后的话 你可以再把 资料剖析 确定 再清除 执行 OK 但是呢 他这边有一个地方 蛮讨厌的 资料剖析 有没有 跳这个东西 就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 有没有办法把它去掉 如果你是用录日聚集 他当然不能清 可是如果你用VVA修改 是可以的 但是要假如说我希望他不要出现的话 要改哪个地方 怎么改 OK 待会再讲 请各位试一下 去把1152这一题 先开起来 然后试着 我看这一题用那个 资料剖析好像似乎会比较简单 当然如果说你要用 用那个什么 Five函数可不可以解 也是可以解 只是你第一次Five的 你要再Five 再后续Five 我觉得太麻烦了 是可以办得到 可是会一直需要 一直往下Five 然后位置必须要一直往加1 再把它找到 第一次找到的位置加1 加1 一直往后 好 好